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大家好 德州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女中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林炳佑 炳佑兄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Russ 大家好 带您来关注就是昨天传出的一起网路谣言 中国大陆这个谣言是这样说 中国大陆有一艘093型的商级核潜舰 在台海附近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造成最后舰上的官兵是全数罹难 但是很快的这个就被证实是个网路谣言 台湾方面国防部也立刻就做出了澄清 而且证实说没有相关的讯息可以证明此事 那这件事情引发高度关注 但是没有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可是为什么这艘093型的核动力潜舰 那传出这样的一个谣言之后 会立刻引发高度的关注跟讨论呢 其实呢这件消息呢 其实在昨天发出来的嘛 那其实大家也非常的震惊刚开始第一步 那我觉得就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当然是从我们知道长期的在观察海军 就是潜舰甚至世界各潜舰的一个专家叫沙顿 他所贴出来的 那他贴出来当然就是又有一个路德社的一个背景 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郭文贵的一个背景 所以当然引起比较多的一个争议 但是我们这个国防部呢是勇于澄清 马上澄清 所以因为怎么样就台湾呢 现在在台海附近呢 这个密集的超过一个联合的行政的手段 然后呢来这个监控台海的 不管是空域跟海域 所以呢他没有发现这个特别的状况 此外呢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或特别的相关证据 所以呢他是指标保留 那我想呢这个部分一起来之后当然就美国或是中国 甚至日本呢都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动作 甚至一个发言 那我来看啊其实中国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事情 中国一般也不会去讲 也不会去讲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2020年了 他们中英边境的时候啊 当初秦秦秦死了45个人 他们也不讲说没事 其实后面是有事的 那但是就美国的话 如果就美国他因为跟日本呢 他在美日同盟这过程中 他其实对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台海 中国在这个他们的周边有做一个演习 当然这演习是针对赖清德 他到了副总统去美国回来 18号回来19号开始做一个 所谓的联岸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这军事演习呢 显得意见他要做一个 他们是讲说要做联合作战嘛 那联合作战的时机点刚好是 我们知道这个联合作战 包括了所谓不管是空中 不管是这个水面 不管是水下 那刚好穿着护会 这事情谈出来了 那我来看呢 当然这个是有需要去做一个澄清 跟一个说明 只是现在呢 美国既然没有声音呢 那代表如果说真的是有事的话 美国当然也同步也会有 但是所以这看起来是 应该是属于谣言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确实在台海啊 那个共军的潜舰出没 是有机可循的 23号上午8点的时候呢 大概被直级说 初步研判 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039型的宋级潜舰 那它出现的位置呢 在金门东南21海里 跟海峡中线以西30海里的这个地方 直接穿越了澎湖跟金门海域之间 在船舰上 船舰之间浮起 所以大家在关注说 是不是这个潜舰的武力恫吓的意味相当的明显 好 我们刚刚讲说 传出昨天这个谣言的这个093级的商级 就商级的核潜舰它的战力 在画面右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资讯 包括它的长宽 排水量5300吨 水下标准是6800吨 另外在武器配备方面 有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 装备这个鱼6线岛 鱼雷还有鱼3改良型的这个鱼雷 英级82型的这个潜射反舰导弹等等 所以它的性能据称是已经达到了美国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舰的一个水准 那我想请秉庸兄来看一下 如果说因为现在大陆的潜舰当然有分传统财动力的 对 柴油动力的还有包括现在讨论到了商级的核动力潜舰 解放军放核动力潜舰在台海 在整个台海的战略想定计划中 依照你的观察 你所了解的他们被赋予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核动力潜舰大概分成两大类型 一个是攻击型的潜舰 一个是搭载这种所谓战略型核武器的 就是潜射弹道飞弹的这种战略级的潜舰 那我们现在今天提到这个商级舰 即便它是一个所谓的假消息 但是看起来讨论的是还是核攻击的类型 所以它出现在台湾海峡 是比较才是有可能有意义的事情 不然传统上我们会认为 在中国整个核战略的策划里面 所谓的这些核战略潜舰 应该是进到大洋去作战 跟美国去形成一个 这个所谓的互相保证毁灭的一个架构 但是在这个里面 为什么会谈到是一个攻击型的潜舰 可能也表示说 因为潜舰对各国的海军来讲 它等于都是手底的最后一张王牌 它去维持一个威责 还有说它的保持机动性 隐秘性的一种这种特性 这样子的东西通常揭露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剧烈的表态 就像前阵子 以前过去关岛 它也没有部署美国的核动力潜舰 那他们前进部署 那甚至到了其他的这个港口去的时候 通常会引起注目的原因 也是因为潜舰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的 几乎都是美国它前进部署它的潜舰 那这一次即便它是一个假设计 但是当中国的核动力潜舰这么神秘的核动力潜舰出现在新闻上的时候 为什么得到大家注目就是 它是不是有意的要去升高对台湾的这个威吓的一个企图 因为当然有很大的谈说 这个赖富总统出国的时候 好像这个中国的军演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讯息 再换一个方式去透露出来的时候 或许也能展现出 中国其实是有意思的去展现出另外一种 相对不是那么受到社会注目 但是实质上在专家的眼中或在国安的体系眼中 它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这样的讯息 所以核动力潜舰 就是这种核空气潜舰它是手上的王牌 它能够展现出来的是在最后海上作战的一种宰致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反潜作战是非常非常困难 那台湾是海岛国家 它受到潜舰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 我们自己也都花了非常多的钱去经营这个所谓的 去建造这个国造潜舰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核动力潜舰出现在台海周边的消息 其实显示的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升级 不过讲到了潜舰 人类史上最大的潜舰伤亡事故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是2000年8月发生在俄罗斯的库斯克号 它发生了爆炸意外 结果造成了潜舰上面 真的就是官兵 118人全部罹难 最近有一部电影 就是不可能任务最新一集的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印象就是那个潜舰 俄罗斯的潜舰就发生爆炸了 那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这个在海底发生爆炸 其实很难生还 好 这个电影情境 现在看来有机会在外来 真的有可能再度发生 我想请教翁P的事 包括我们也提到说 如果类似的意外发生在台海的附近 或者这个周边的海域的话 它正确的一个SOP的处置是如何 那万一发生所引发的政治跟军事上的一些效应 您的观察 正确发生 如果正式发生的话 SOP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大灾问 因为大概大家还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包括了美军 我们必须要说 美国自己海军自己在内部评估的时候 也在思考 台湾的海岛型作战 美国到底有没有曾经经历过 我们回顾历史 多久没有发生海战 海岛 更何况是海岛型的作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也在积极地演绎 如何在海岛型作战 需要救援的时候 SOP 包括了不只是潜舰 还包括航空母舰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在讨论的 包括第七舰队等等 怎么样来救援 美军正在积极地思考SOP的建制 那台湾 我们当然也要去重新思考 然后你提到说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 事实上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危机 但是相对来说 也有可能是转机 因为这是牵涉到人道的救援 我们要怎么处理 如果说 双方真的想要剑拔奴章 现在真的想要撕破脸 那么就不要进行人道救援吗 这可能发生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 包括刚刚秉佑 大家讲的很专业的军事 事实上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 这个剑拔奴章之后的擦枪走火 剑拔奴章之后 大家每一个人都在 都把自己的肌肉秀得很大块 可是肌肉跟肌肉的碰撞 那就很严重了 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 可是在这个平衡 非常微妙的状态之下 有没有办法在其中找到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谈判的空间 或者是在互相都已经有 微折力的情况之下 双方有机会踩住刹车 我想我们台湾当然一定要 非常强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力量 展现出来 可是展现的目的 大家要思考的是 展现的目的是要打这一仗 还是展现的目的是 我们比你上 一起来上谈判桌 因为你成本很高 我成本也很高 我们坐上谈判桌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 当然我们不希望 可是发生意外的话 或许这个危机会是一个转机 不过讲到了国防 讲到了军事 来我们看一下 在台湾呢 明年国防的总体预算 已经通过了 这个6000 就是提出来 这个预算呢 是6068亿创下历史的新高 蔡英文总统说呢 这个6068亿的金额 这个占着我们GDP的占比呢 渴望达到2.5% 所以说台湾这个GDP 渴望达到2.5%的 国防总预算 这个防卫决心 很大程度 当然一方面 也是展现给美国看的 所以我想请教Ross 释放出了这么的 清楚的讯息给美方了 你觉得拜登政府 未来会有什么 相对性的实质的 回应的作为吗 我觉得美国的回应 不管是美国国会 或白宫行政部门 唯一该的回应是 这个预算还是不够 真的不够 还不够 真的不够 我们的GDP已经达到2.5% 这是包含特别预算 特别预算不是每年就会有 对不对 所以第一 这是包含特别预算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而且这个是很多人 在台湾已经有提到 从中央政府的 总预算的角度来看 台湾的国防预算是维持 每年都维持 从马政府到台政府 都是15 16%左右 那如果跟伊斯利尔或新加坡 做比较的话 他们的国防预算是 中央政府总预算 19 20左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我真的觉得 唯一的回应是 台湾真的不够 这个决心也不够 我们的决心还不够 真的不够 但有個實際的問題 我們的預算不斷的往上增加 可是軍購的武器一直沒來 怎麼辦 就是統統台灣有錢 可以花更多錢 不管是像美國購買 或國內製造 剛剛有討論到國造 對 所以台灣有這個財務能力 多投資在國防 是你們要不要而已 那問題是5G是不來 我們買了 早晚會到 早晚是什麼時候 大家也都在問 只要還沒有開戰5G到 還有一個實際問題 還有機會使用 如果我們的預算 已經往上不斷在增加了 其實也是希望 未來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方有沒有可能會協同 來協防這個問題 會不會出兵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都知道 如果台灣釋出它的決心 這個美國會來幫忙的可能性 是比較大對不對 但是如果美國覺得台灣決心不夠 不夠清楚 不夠大等等 那美國怎麼可能會來幫忙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國防預算不是全部花在武器 也不是全部花在美國的武器 人士的這個cost對不對 salary 那為什麼木兵一直一直找不到人了 對不對 一直打不到目標 因為興趣會太低了 對不對 所以提高預算 很多的這個開銷是花在人士 不是全部都花在武器 所以不能完全責怪我們美國 武器還沒到 Ross 我覺得你的回應 跟美國國務卿 Blinken很像 外交方面說 我們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了 協防台灣的可能性會增加 關心國際大事 掌握兩岸動態 珍惜避人疾事 昨晚到周六晚間九點 懷疑學習店帶您走進學習店 YouTube上朋友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動動手開啟小鈴鐺 就日本排放福島廢水這件事情 8月24號 這個日本政府決定從24號開始呢 把福島堤核電廠處理過的 寒川核廢水排入海中 它總量是多少呢 相當於530座奧運的標準游泳池 這樣的這個量 但是重點在後面 是預計要排30年之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呢 國際原能總署在7院已經認證了 處理過的廢水的水池是符合安全標準 請大家放心 但是呢日本自己內部呢 卻有人就打臉岸田說 像是日本漁聯會的會長 板本雅欣就說 這個一旦把廢水排放入海 就會有生育受損的擔憂 漁業界是對此非常的不放心 連在日本自己漁業界 產業界的人都覺得 他們對於這個核廢水 即便是經過了這個國際原能總署的認證 可是呢他們仍然覺得說 會對生育有影響 而且呢是不放心的 好我想請教翁P的是說 好這個大幅的排放核廢水 而且我剛聽我剛看到就說30年喔 30年真的是很久喔 這個要排連續排30年喔 不會對於太平洋生態 或者是沿岸國家造成任何影響嗎 你覺得 當然會造成影響 而且其實日本也很清楚 事實上就是因為日本很清楚 而且日本也知道 周邊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聲音 可是面對日本國內包括要從 如果說福島真的要重新脫胎換骨 真的要重新開始面對新的生活 當然地方的壓力也很大 所以岸田其實面對的挑戰是不小的 就是國內有期待 可是國際上面其實反應很大 那現在看起來呢 如果我們從國際的角度來看 岸田文雄現在面對的 本來很大的挑戰是來自韓國 可能還有中國還有其他 包括北韓也在抗議喔 事實上現在因為 美日韓三國同盟的關係 所以順勢而為 韓國的這個壓力 相對來說變得小一些 包括韓國內部有壓力 但是尹錫悅自己把自己壓掉了 所以岸田文雄現在等於是 抓入這個時機 如果現在不做 接下來也不見得會 反對的聲量會小一些 所以岸田文雄等於是不得不做 面對各種的選擇 面對時機的選擇 他選擇現在 可是我們還是要強調 剛剛何榮主持人你也說了 科學來看還是有很多疑慮的 很多這些疑慮是沒有辦法化解 怎麼辦 政治人我只能說岸田文雄他承擔了這個 決定自己要承擔這個政治責任 要來做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導致他的政權受到影響 或者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引發比較大的國際的爭議 現在短期之內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尹錫悅可以接受 可是尹錫悅也會面對選舉的 尹錫悅也有可能下台的 這個日韓之間的關係 真的可以永遠的維持 現在這樣嗎 我覺得這是岸田要承受的挑戰 現在你可以看到說中港方面已經強力的反對 當然現在先開第一槍是香港 因為香港政府就宣布說 從8月24號開始要禁止 日本東京都福島縣 總共有10個都縣的所有水產品進口 那麼陸方方面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這個核污染水 並且接受嚴格的國際監督 但像剛才翁錫悅所提到的是說 岸田文雄現在幾乎就是吃了蹭頭鐵了心了 也找來這個國際原能總署幫他背書 不過現在看到香港開了第一槍 現在禁止10個都縣的水產品進口 目前大家在看的是 接下來就是中國大陸方面 中方這邊會不會決定後續的跟進來反制 但如果決定 它的前提是需要考量哪些層面的問題 好 我先把一些數據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這個談到 只有日本的10個都縣左右的這個水產品進口 它其實佔日本總共水產品輸出大概是3% 也就是總金額大概在8000萬美元左右 那換成日圓大概是116億日圓 那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因為其實就台灣的經驗也可以看到 中國如果它在對其他國家去做施壓 甚至是所有的國際關係裡面 常常會以農產品 農產品並不是一個價格很高的一種產品 但是它會因為從業者很多 會讓這些所謂的執政者 它會感受到內部的壓力 有名義 對 它其實是一個名義的壓力 所以就我剛剛提到的數字 第一個是比例看起來不高 總量看起來不高 但是實際上你看是多少的從業人員 在做這些工作 而且它指得非常清楚 這10個縣裡面其實有一些根本也不生產海產 但是它特別強調我連加工品 代製品我都不接受 那其實就是回過頭來就是 它的目的真正是要再給日本 去做一個政治上的壓力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剛剛提到就是 我也必須再說明一下就是說 後續中國大陸要不要跟進反制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我認為中國大陸的反制其實是在香港之前 因為它在7月7號也就是 國際人員總署7月認證說符合標準 要準備開始排放的時候 中國到這邊就已經開始提出實質的禁止方式 就是在海關要先驗 驗10天 驗10天意思就是你的冰鮮的海鮮 其實你等於在那邊等到不行鮮了 它已經實質上它進行一個控制 所以它其實有沒有要去做跟進的必要 我認為是沒有必要 反而是香港先走這一波的原因 會讓這個 日本感覺到比較大壓力的原因 是因為 中國保留了一個很大彈性就是說 我是在科學上 針對你的食品有沒有做殘留 做出一個檢驗 那可以過的話 那當然我再放你進來 這是給日本保留一點後續的顏面 但是相較之下 有一定比例的這個香港 反而是先跳出來的時候 那日本當然就是感受到比較明確的壓力 就是那我要不要跟中國 在其他的事情上有一個妥協性 所以我認為其實中國在處理 這一個事情的時候是非常巧妙 就是它同時有兩張牌 一個是我中國大陸 我有實質的控制的機會 然後另外一個相對比較少的成分 也就是在香港這一端 我表現一個透過香港去表達一個 比較強烈的意志的時候 我想 日本其實在這件事情上是 劍在懸吊不得不發 因為它是內部的事故 必然它這樣做 也就是說反過來日本可能必須跟中國妥協 達到另外一個程度的新的這個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想法這樣子 也就是說先以一個地區的進入 然後呢就是禁止進入 所以呢象徵系的做一個表態 那但是如果是一個國家呢 他說說中方現在要接下來看他們怎麼做 可是我們先來看韓國好了 因為剛剛講說日韓現在跟美國三個國家的同盟 韓國的態度最近也引發了關切 8月22號南韓政府就表示說 他們已經收到了日本的最終計劃 日本同意韓方的專家定期訪問 國際原子能總署 這個輔導辦事處 那麼韓國也可以定期收到 跟這個國際原子能總署 一致的核處理水排海的最新資訊 所以韓國認為日本核處理水的排放 不存在科學和技術的問題 當然現在面對這個日本輔導核廢水的態度 韓國因為是不是跟美日韓形成了 在東亞的同盟的緊密關係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特別的就比較 你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是這樣子難道不會影響到 尹錫悅在國內的民意支持度嗎 其實呢這個時間的安排是有一些聯動性的 因為我們知道8月18號呢這個美日韓 在這個大衛營他們有就是做一個 所謂不管是軍事不管外交或是經濟安保的一個協定之後呢 其實關係更加深化 共同要對抗這個中國 那中國顯得一件是他們的這個最 影響到他們的國家安全的中中之中 那顯得意見呢這個過幾天之後 剛好18號結果 如果22號就是這個日本宣布了要排 24號開始排完核位 其實是有時間的安排 這樣子對隱形而言的話 他就少了一些政治的壓力 為什麼呢因為安全呢 淋駕於這個所謂的國家安全 國土安全淋駕於這個所謂會水的問題 所以也淋駕於國民健康 對那當然當然他是這麼認為 因為他壓力就變小了嘛 他壓力變小 因為他剛好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這個國家領手 比如像這個岸田之前民調也不好 但是他辦了這個Z7之後 在廣島之後他民調也上升了 所以他每個聯手都是企圖用 所謂的這個外交安全的部分 國家安全的部分 軍事安全部分 來所謂的來 以這個來 來這個所謂的 來化解內部的矛盾 那因此呢當然 這是喔 這個你看韓國也特別的淡定 的原因是 他也是說這個技術啊 科技沒問題 而且他們也任意 讓我們到福島裡面的這個國家安全 國家這國際原子能總署去考察 可以先去掌握 所以他總是有一個藉口來說 這可以 那當然此外呢 其實對這個隱形而言 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 我們在隱形非常 對這個日本的關係也好 比較冷淡 對比較親中 那現在呢 反過來隱形月是比較 這個所謂的親中 比較抗中 然後來親美 然後來跟日本來做一個和解 是 因此看起來呢 這當然是有一些政治的成分在喔 而且呢這個 這個關鍵點 日本宣佈這時候排完會水 當然是有經過一個政治的一個安排 所以現在權衡之下 對隱形月來說呢 當然國家安全是優先要務 不過就像剛剛翁皮分析也是說 隱形月他能夠擋住韓國的民意 到底能夠有多久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說到這個日韓的破冰合作 像最近看到北韓的官媒朝中社 他們在8月22號就警告說 美日韓在大衛營所達成的協議呢 根本就是一個核戰挑釁 將會導致朝鮮半島爆發熱核戰 而且還預告呢 北韓要再發射另一枚軍事偵察衛星 這個軍事偵星的發射 Roth覺得對於東亞 東北亞的局勢會造成什麼樣的威脅嗎 只要北韓繼續做這個研發 不管是哪一種武器科技等等 那就造成區域的威脅 因為他們國內的情況非常不穩定 不管是經濟或食物等等情況 我們也不知道COVID在北韓國內的真正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其實有一個重點 按照他們過去的行為 如果大家沒有注意到他們 他們就會有行動 要提醒大家我們還在 所以最近一兩年 大家都討論烏格蘭 今天烏格蘭 明天台灣 這是全球最熱門的這個國際安全的話題 所以金正恩他要提醒大家我還在 所以就有這個大選 我們在研發什麼新的武器 衛星等等 但是說實在我們不能以為他們是什麼世界第三國之類的沒有這個能力 他們的確有能力 科技能力非常強 那當然他們是缺很多零件物資等等 但是我們不能低估他們這個研發的能力 只要他們可以繼續研發 那就是對區域安全是好大的威脅 不管是對南韓或日本 的確對於這個北韓他們研發武器的能力 真的是不可以輕忽 等一下回來呢 我們要來關注的另外一個焦點 在中美洲 中美洲議會最近有一個排台納中的決定 怎麼看 馬上回來 關心國際大勢 掌握兩岸動態 成熹避人局勢 從外到週六晚上9點 環影學生店帶您走進全世界 YouTube上朋友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動動手開啟小鈴鐺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